台北市现在成立人家 将来为家庭主妇兼职业妇女解决问题的提供 就是为对他们解决买菜和配菜的困难 现在我们就请这个提供的提供 反正你们诚意这个提供的用意在哪 我们感觉到现在的社会 家庭主妇其实比得很多 感觉到买菜的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就成立这个机构 单位扩除家庭主妇 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您是安静的平常 能量为家庭主妇的程序 为我们报告一下 我们是因为我们当场开始冲算了 所以我们这个素菜呢 就在这个中央市场进来 大家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去 去过之后 然后用车子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经过这个第一个是处理 处理就是把这个很坏的因子去掉 拿头去掉 然后我们就再洗 把这个泥水也洗掉 再加一消毒 消毒之后再清洗 清洗之后再包装 然后用一个篮子一个篮子 就车子送到各个各位家庭主妇的处理 现在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由家庭主妇 你点赞 打电话给我们 那么另外呢 有一种是配菜的方法 说配菜方法就是 我们从四十块钱开始 你需要多少钱就告诉我 需要家人 你不算多人 我们可以配合正护士兵的人 这个食量正好 正够 大概是说是 四个菜一个行业 这个配菜一个很好的打法 就是有许多 我们配菜不知道 您要吃不要吃的问题 所以家庭主持 我们有一个来配菜 我们第一步要问他 你不吃什么菜 要告诉我 比如说我们配菜 才会 我们一般的菜市场的价格 一样的 我们就放一点 就是很维莫的一个付费 这个付费是百分之五 就是说十块钱收你五毛钱 你要买五十块钱 收你两块五毛钱 我想这个比我公共提升 很便宜 好 非常谢谢您 接下来往外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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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